心理小学堂 上课咯 每周五我们一起探索心理学的小知识 大家好,我是嘉玲 大家好,我是班长轩宁 今天我们要来介绍一个佛洛伊德 我们上集介绍了他的故事 他的生平 然后他什么时候出生 然后他在哪一年遇到了什么事 发表了什么论点这样的 那我们今天要来说说 他很重要的理论的重点 嘉玲老师,你今天要为我们带来什么? 人格三元论 这是啥? 这是啥? 这是你一定要知道的事情 我一定要知道的是不是? 这三元论是哪三元?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本我、自我、超我 如果你在敲门有常听的话 你应该有听过 对对对 或是其实是这个概念 只是没用这个词 本我呢 他的英文叫ID 就是it ID 就是ID 也是ID 然后自我呢 他是ego ego 然后超我叫做super ego 很好懂耶 对对 他们三个是有关联的 我先来介绍一下本我 本我呢 他是奉行享乐原则 本我奉行享乐原则 那是啥? 那是啥就是 你现在有女儿对吧? 对 我有一个两岁多的女儿 两岁都还不到三岁嘛 对啊 他应该现在处在一个本我很强大的状态 本我很强大 有例子吗? 就是他的很多反应都是比较本能的 比较是先天的 然后他有任何的需求 他就直接出来的 哦 真的 不要就是不要 现在要什么就是要什么 对 他没有是非善恶好坏的概念 因为这都是你后天要教他的东西 所谓的本我 他就是一个很纯粹 你把它想象成是一个原始的 完全没有经过教化的 就是那像是肚子饿这种很本能的算式吗? 一部分 对对对 就是我的感受 我的想法 就是我的状态是很大的 哦 OK 他就是我要什么就是什么 确实你女儿现在就是处在一个本我很强大的状态 但可是他也开始有了自我跟超我一点点概念 因为你会教他啦 哦 OK 对对 但这就是我们在成人的过程里 一定是先从本我开始 不会有人一出生就超我超强 你这样也蛮怪的吧 不可能 等下后面 林默娘之类的吧 后面觉得我不进 好吧 我的意思是 本我他就是一个享乐原则 就是他就是一个你很纯粹的状态 如果用客体分离的概念的话 就是一个在共生阶段比较初期 就是我就是世界 我就是最大 我就是中心 所以他也是 今天本期有一个概念就是做全能自大 自恋状态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恋状态 而且适度的自恋是好的 OK 可是如果你没有经过一定的修炼 你会只有自恋 哦 就是有跟全无都不是最好的 对对对 所以自恋状态就是你自己的所有的感受 你就会觉得他是全部 OK OK 好 那再来就是自我 自我是ego嘛 对 它是奉行的叫做现实原则 现实原则 就是跟名字有关 现实就是现在的意思吗 对它比较有现实感 就是 也可以说是场合感 就是它是比较后天学来的 因为本我是一个很纯粹的状态嘛 我要什么 我不要什么 可是这个世界不会 你要什么就给你啊 对啊 对不对 所以你需要有一个能力去跟这个外界协调 哦 连结 然后去协商 协商 然后想办法 所以这是有意识的操作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它是一个警察的概念 哦 警察 它是可以让你区分哪些是你自己的内在的 哪些是外在的 然后这中间 如果你有一些需求想满足 你要怎么去 调配内在跟外在 调配的过程 你不能让本我一直都很强大 嗯 有时候自我会去管一下本我 说你不可以嫁 哦 他们自己自动的去打架一下 对对对对 他会讲就是人格的这个能量分配 嗯哼 它都同时存在哦 嗯 就是不是你的内心不是只有本我或只有超我或只有自我 嗯哼 会有比例的不同 但其实这三个只要人格三元论就是它都同时存在在你的内在里 OK 不管你年轻还是你 对 当然会随着你的年纪跟你的历练不同 它会有一些 比例上的不同 对的 而且它我等一下会讲它不是谁会比较好 OK 然后这个自我呢 自我很重要 其实我会觉得现在很多的人在网络的世界 接下来又是元宇宙嘛 嗯对 其实它会有个危险 它会让我们分不清楚内在跟外在的世界 哦 因为它没有界限了 嗯 相对没有界限 然后在网络的世界会有很多你的需要是可以立即满足的嘛 嗯 它不需要延到满足 它也不需要想办法的过程 然后而且这世界想尽办法要把你留在那里面 对啊 所以它会 其实我们现在的世界是非常support本我的 非常鼓励大家就是 要做自己 嗯 然后很很纯然的就是你的欲望都会被放大 其实这是要需要注意的 它不会不好 OK 可是只有而且过度的强调这件事其实是不是太健康 OK 然后最后一个叫做超我 超我 超我就是super ego嘛 它奉行的叫做道德原则 哦 这道德原则 嗯 它是从刚刚那个自我 ego分化出来 现实原则分出来 对对对 所以你会先有一个ego 然后才有一个super ego 非常好懂 所以从名字就知道他们两人是在一起的 对 然后它通常是跟你所处的组织机构环境的 文化 文化 文化对的一个 呃 大家集体认定的价值观或原则或规则有关 哦 比方说在我们的文化里头 嗯 呃 我们对于所谓的敬老尊贤 OK 相较于西方 我们对老师的尊敬 哦 其实是都比较大的 哦 那这些你其实 不一定说得清楚为什么你要这么做 可是你好像就觉得你该这么做 应该就这样子 好像我出生就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然后大家说看到长辈要会叫 哈哈哈 要会叫人 要有礼貌 然后我们的教育会教我们要分享 嗯 有没有你会叫你女儿说你要问阿姨要不要吃啊 对啊 这其实都是非常东方的 教法 啊这些都是在 培养他有一些 所谓超我的概念 嗯 或是就是在这个文化底下 我们会觉得一个所谓的好的人 要长成什么样子 哦 OK OK 对 所以会因应不同的文化 他就会有不同的超我 对对对对 然后你会在不同的组织也会接受到不同的 环境的影响 比方说超我很强 通常他的道德意识会比较强 嗯 然后因为他都会比较是 focus在外界嘛 嗯 这个外面的人希望你成为什么样子 所以你的自我 你的本我会比较小 哦 他会去压抑你的本我 他会希望你本我不要这么大 你要能够fix in 我们环境里头 哦 要融入我们环境里面 现在需要的是什么 对 然后你要能够符合我们 这个群体要前进的方向 所以呢 他会压抑本我 然后他会非常诉求荣誉感 荣誉感 或者是一种 道德情操 嗯 他对美德的崇拜是比较大的 比较高的 对对对对对对 他会比较希望是你去能够做到一些 一般人其实做不到 有点辛苦 但你做到了 我们会给你拍手 我们会给你拍手的概念 真的很超我 很超我 所以会你会在某一些职业里头的这群人会选择这样的职业的人或是进入之后他们的修炼他们的修炼他们在超我上面会被比较严格的去要求有些职业式的比如说神职人员 比如说军人军警 比如说医护人员 这都是一些非常强调奉献舍身救急 舍身救人 舍身救人的行业 OK 就会有意无意的去诉求他的超我 OK 所以他的本我就会说你自己的 你要小一点 你自己的欲望可能就不能摆得这么大 对你不能那么自私 对对对 现在要救了 你就不能说我现在 我会怕 我会怕学 对所以你会发现那个环境就会比较鼓励这件事情 因为如果你不鼓励这件事情是很难把人留住的 你不诉求一些意义感 不诉求一些道德 荣誉在里头的话 他们所做的行业其实是很辛苦的 甚至是要压抑掉他们自己很多的需要 才能去做好那件事 比如说医护人员是很 很常常值班的时候是很没办法好好休息 对对对 那神职人员他必须剥夺他个人 不是剥夺啊 就是他他自己的情情欲也好 或是他个人的很多欲求也好 他要降到最低 对没错 对那这些都是很违反人性的啊 对因为那是 本我本来出生就有啊 本我是享乐啊 对啊 我就是出来 我本来就是有七情六欲之类的 对啊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会要有享乐的需求 但我今天为了做这个行业 我必须把它压抑掉 那我是不是要长出另外一个东西 才support它 支撑它 不然我会太痛苦啊 对 就是我们说要有一个理由 让我们自己可以走下去 对对对对对对 不过我这边先强调我刚才一直讲本我 自我 ego 你一定会觉得心理学怎么有一些词听起来很像 甚至就一模一样的词 可是它好像意思又有一点不太一样 你要习惯这件事情 哦我要习惯 好 我自己在当学生的时候我也会常搞不清楚 现在这个东西又是什么东西 OK它有分化就对了 就是那个名词 比如说自我 这里我们讲的人格三元论的自我 它比这个ego 它跟我们一般 我们在讲说自我概念 然后你的内在自我 不太一样 我们一般讲的概念比较是self S-E-L-F 跟人格里头的ego 比较不一样 如果一定要分成小跟大好了 ego比较是一个小的自我 然后小的 对self的自我 它比较是一个大的概念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人格或个性 OK 所谓的自我概念 它是一个比较大的自我概念 OK 那我现在讲的这个自我是 人格三元论里头的一个 一个元素 我突然没有词 现在老师卡关了 要怎么更白话的 让我们知道到底差异在哪里 你现在知道为什么要准备个三年 我都不觉得我自己有能力把它讲好 要找到一个精准的词 让你们懂 真的不太容易 对 就是如果我们之后每一集每一集都会讲啊 每一个学派都会讲一些什么自我啊 或者是有一些欲求啊 或者是关系啊 课题啊 你们听 就大概听 但你会有的时候觉得这个名词定义 好像不是那么精确 我必须承认这真的是心理学的一个现象 他们都不精确 有些东西会有点overlap 就是他会不好说的那么清楚 那但是我们大概知道 那个概念是什么 OK 好 我们不用追求一百分 我们大概知道个六七分 这样子就好了 OK 那我想问你哦 你刚刚说的那个本我自我超我 你刚刚有说到他不是不变的 那他会怎么变 好 你把它想象成人是一个能量中心 假设一百好 零到一百 然后分给这三个人格中心 那这个人格的能量是流动的 OK maybe在小的时候 像你女儿现在 她一定是本我最强嘛 你现在应该不会希望她超我很强吧 不用谢谢 她如果超我很强 就会说妈妈我不准你坐这边 妈妈这个东西要放好 这样 妈妈很痛苦 真的不要让你自己的孩子 就是不在她的符合 成长范 对对 超零了 对对 超零不是一件好事 那如果我们先讲 这个人格其实好的人格状态是流动的 流动的 看你的需求的状态在哪里 然后你的因应 比如说你现在在工作上面 你需要超我强一点 那就超我强一点 可是你回到你的私人生活的时候 你卸下的那个职业角色 其实你可以让你的本我再多一些些 是没有关系的 可是你会看到有一些人 他会很僵固 他在他的生活或他的工作里面 就是超我 可能都超我很强这样子 就是一个很严谨的人 然后就一路都很严谨 去到哪里都严谨 比如说军人的父亲好了 他可能在军队里要管理士兵 所以他就一板一眼 OK这本来就需要 可是他回家之后 还是一板一眼 把家人都当士兵在管 还要来还要说批语 这样子 他就会出现一些状况 在心理学 在精神分析 他都不会觉得这是病 可是他会是一个 你值得要去看的地方 可以去理解他 现在为什么你会有 活成这个样子 你在这里为什么那么辛苦 可能是你的哪一个我 比较大 对对对 假设一个没有本我的人 就是一个完全没有 异得的状态的人 你猜会怎样 一个完全没有小孩状态的人 就无聊啊 然后咧 然后咧 他就没有小孩状态的人 就框框架架 然后他就 我觉得他只能一个很无聊 因为小孩就是充满的创意 就是没有再给你在那个预期之类的事情 对对对 他就 他会没有创意 对不对 然后他会没那么纯粹 对对对 然后比如说我们现在都很爱讲热情 热情这个词大家就很爱 对不对 对啊 要说我要找到我人生的热情 工作的热情 其实热情是一个很本我的词 它是本我 它是一个非常回到内在 个人完整状态 然后的我的感觉 所以如果你希望你的生命里有热情 其实你必须要有些孩子的状态 你要回到小孩的状态 对你太过成熟的时候 你会很多事情都开始去分析他 你有办法有纯粹 你就会开始想要去分 对或者是做这件事情的价值是什么 对对对 他就会离开本我的状态 OK 没有一种 我不管他好不好 我今天就是想要去做 我就是因为做这件事情 我有快乐 我就想做 这是一个非常本我的概念 OK 所以本我并没有绝对的好或不好 假设一个人没有自我 没有自我 你猜 没有自我 没有ego 没有那个警察会怎样 没有警察 没有警察 我突然想着没有警察 那就会 会违规 会世界大乱 我就会开始想要 做一些 无伤大雅的小坏事 刚刚有讲嘛 ego是现实原则 所以它是要调配 你内在跟外在的桥梁 那如果你的自我 不是很强的话 你会很困难适应 这个世界 你要不就是非常的 内在 要不就是非常的 倾向于外在的要求 然后你会 很困难 在这东西 取得到一个 你觉得刚好的位置 你会 你会很想要做自己 可是同时 你又会被外在的 某个声音拉扯 然后你会摆当的 非常的严重 所以 会不会是有些人 他在工作的时候 他辛苦的部分 那可能也是 这里 他比较少 要看状况 要看他的议题 那最后一个就是 没有超我的人 没有道德 对 这应该很好回答 没有道德 就会做坏事啊 就是他太 本我嘛 本我太强大 就是一个 孩子 或很原初 的状态 完全是照着 他自己的 本能欲望 对对对 我们 有些书评有介绍过 一本书叫 没有良心的人 基本上 所谓人格 为常的人 就是 所谓人格 不是那么 完整的人 大部分都是 他的超我 出现的一些 问题 所以他会 很极端 然后他会 很困难 跟这个世界 有好的 互动跟连结 还有适应 然后他会 以他自我的 所有的感受 为中心 OK 他的本我 会非常的强大 OK 好 这样子 我觉得不管哪一个 我大都蛮辛苦的 OK 好 那所以 你刚刚讲的 太 某一个人格太强 像本我太强 他会怎样 就是太任性 任性 自我太强 就会太理性 OK 没有感情 那超我呢 超我太强 就会 拍到顶 他会有很多的规矩 然后他会 很难亲近 所以好的 人格其实是 非常的弹性的 他是 就是我刚才讲的 你在什么状态 理下的 什么角色里 然后你要做 任何的变化 可是我们常常 遇到的现实状态是 很像父子骑驴 那是什么 就是我们并不是 只有真空活着的 对啊 父子骑驴的故事 我不需要补充吧 你还是补充一下 父子骑驴就是 一个爸爸 跟一个小孩 然后带着一个驴 上街嘛 对不对 然后他们就想说 那那个爸爸 敬老尊贤 就让爸爸坐在上面 然后小孩牵着嘛 那路人看到的时候 就会说 你怎么可以让小孩 就走路这样子 然后这样子是很 就是 不到 没有疼爱小孩 这样子 然后爸爸听一听 很对 然后就下来 换小孩上去 然后走着走着 就说 你怎么可以这样 你们要敬老尊贤 对对对 然后他们就觉得 好吧 那就一起坐在驴上好了 这时候经过路人又说 你这次 虐待动物 父子骑驴的故事就是 我们常常会有一种感觉 叫做做什么 好像都不全然是对的 对 那人格的状态 就是一样的 我一直觉得 成长的历程 就是 你会越来越清楚 知道你要怎么 漂配自己 跟这个外界的互动 如果你的很多的状态 是跟着这个外界的改变 OK 那你就会觉得 好像做什么都不太对 本我多一点 好像也不是很对 操我多一点 好像也很奇怪 自我多 就是你会觉得 好像做什么都不对 可是我觉得 一个好的人格状态 是你渐渐知道 你到底要什么 或你现在的状态如何 今天如果爸爸 刚好脚受伤了 那这一段给爸爸起 但下一次呢 小孩比较累了 那就给小孩 那如果这一次呢 动物受伤了 那我们就不要 给他这么大的负重 对 就是应该是随时 做一个适当的调配 OK 不是因为外在的声音 来影响我们 去做现在这个决定 对 而是我们去判断说 现在这个状况里面 我们应该做 什么样的反应 对对对 可是我们很多时候 在成长历程里 如果没有经过修炼 我们经常是透过 外在的刺激反应 然后我们回头才来想说 我这样做好不好 嗯 对啊 然后你就会陷入很多的 矛盾跟挣扎 真的 那这些矛盾挣扎也很好 也很好 今天分析就是会去陪你 去看这些东西 但是就是 我们会慢慢的去 让你去看见 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个人的状态 然后你的反应 或者是告诉你说 如果现在你的本我多一点点 嗯 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觉得是只有一个陪伴的 让你先去看见 另外一边的风景 嗯 嗯 我觉得很有趣 因为我自己就真的有接受过精神分析的这个治疗 嗯 哎 他真的是跟一般心理治疗不太一样 嗯 我个人觉得我是超我跟 我是ego跟super ego比较强的人 嗯 我的意的 在很小的时候不小心被捏死 也没有被捏死啊 就是 比较小一点点 比较没有空间发展 嗯 跟我的成长历程有关 嗯 那我就发现我的精神分析师 他会 因为我的个体 我是这样的个案 嗯 所以他其实在很多时候 他会 他会蛮挑战我 甚至是 邀请你的小孩出来吗 对 嗯 他会非常 要 就是会想尽办法松动我那一块 嗯 就说如果你现在不管其他的人 你就做你自己会怎样吗 他不会用这种语言 这不是精神分析的语言 是这样的 可是 我们先不用讲 他到底做什么 可是他的意图是 嗯 在治疗室里 如果你选择是精神分析学派的话 嗯 他其实是会 花一些时间 大概去了解你的人格属性 嗯 然后理解你这个 倾向之后 根据你的期待 当然我们还是有一个 进去治疗室的一个 期待嘛 嗯 然后他会 他会刻意的 去松动你人格 比较僵固的那一块 OK 就是你刚刚讲的流动 让他真的是可以流动 成为一个自然 弹性 的人 嗯 如果你僵固在某一个人格太多 其实就会跟我们下一集要讲的有关 就是你会太焦虑 哦 我觉得这个是现代人很大的问题 随时随地都很焦虑 焦虑当然有现实的焦虑 嗯 比如说不下雨了 没有水喝 这就是很现实的焦虑 但是也有很心理层次 或所谓的精神层次的焦虑 嗯 嗯 你在某一些状态底下 你常常会卡关 OK 或者是某一个人出现的时候 你就会 不知道为什么 很痛苦 OK 我们下一集会来聊 完整地把它聊好 对对对 就是 就是如果你的人格 它不是一个流动的状态 它没有协调的很好 好的人格状态 就是这三个都是重要的 然后试情况做调配 OK 好 然后什么时候多一点 什么时候少一点 然后你想要少一点就少一点 你自己是可以有很大的自主权 你做你自己的主人 对对对对 成为你自己是一件 很被祝福跟期待的 这是一个很棒的礼物 OK 终其一生 就是心理分析 就在 这只是为了让你成为你自己 但这件事情要花一辈子去做 那个自己我觉得是 真的是更理解自己之后 去做的一个判断或决定吗 也是 也是就是从无意识走到有意识 OK 这也是我们之后要谈的 精神分析其实就是让你的无意识 不是拿掉它 也不是改变它 而是变成有意识的决定 OK 你再也不是被你的 所谓的命运 所操控 OK 是你自己知道发生什么事 对 我们常常人在焦虑 或者是觉得卡关就是 我真的不知道 我没有那个掌控感 没有那个掌握感 让我可以真的是有我自己 知道我自己在干嘛 嗯嗯嗯 OK 对 所以这个时候当我们人在焦虑的时候 弗洛伊德就非常厉害 他就在两百年前 他就发现我们有很多的防卫基转 OK 嗯 防卫基转会是我们下一期 下一节要介绍的 有十几个我会讲十一个比较典型的防卫基转 就是当我们遇到现实生活里头 有一些让我们焦虑或不知所措 会让我们有很多情绪反应的时候 我们就会长出一些机制 嗯 来因应 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做 这样去理解它 为什么我们会 我们会 最后做这个决定啊 可是你会看到有些人 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行为 嗯 你不解的行为 可是其实如果你回到他个人的状态底下 你会理解 那就是很合理 OK 他的某一块没有长好的时候 他就是这样阴影 不然他会活不下去 嗯 防卫基转不是坏事 嗯 他是为了让个体可以活得下去 但是他只是活得下去 活不活得好 是另一件事情 但那个基础都是本我 自我 超我 去 去调配的 对对对对 大体上在人格的 三元论 三元论 就是你的内在 然后整个人格的养育过程 会跟你的童年经验 哦 有很大的影响 就是 本我 然后开始慢慢的 妈妈 爸爸会开始教一些 现实的事情 嗯 然后开始让他理解 如果我们要进到这个社会 你就算不教 整个社会也会教 你会教他 哈哈 真的 你就算你不教你的小孩 还是这个整个社会 都在教你的小孩 所以我们理解一个人 或者认识我们自己 是不可能抽离环境 不可能抽离社会 嗯 然后来理解的 嗯 你不是真空存在的 所以你想要 好好的认识你自己 千万不要觉得 我把自己做好就好 然后就算 没有这件事情 你还是要管一下 周边周遭的环境 容不容许这些事情 然后整个环境 是怎么把 怎么走到今天的 嗯 所以你如果慢慢的 理解心理治疗的话 你也会 开始你的思考 会越来越 宽阔 哦 你会想事情的时候 会 可以聚焦在 细节 嗯 点上 感受上 可是也可以 更放大来看 那处在一个 什么样的环境 脉络底下 所以我们会 这样子想 哦 嗯 OK 所以 好啊 那我们今天 希望这个 人格三元论 大家有听懂吗 可以的 我懂了 那个 大家可以在留言下面 跟家妍 是说你懂了 或你可以自己分析 你自己觉得 你是本我自我超 我哪一个 比较强大 哎 是哦 对不对 就自己举手 我本我很强 那我就会说 嗯 你很有创意 或是你是一个 很多 自己的 情感澎湃的人 对对对 那你自我很强 我就会说 嗯 你的执行力一定很好 你本我很强 你就可以说 嗯 你的这个道德感 很好 OK 真的没有所谓的 好坏啦 我觉得 嗯 因为 就像你的环境里面 本来就需要 某一个比较多 比较大 嗯 那你就是让它 出来一点点 那回到另外一个 我们 我觉得是要让你 自己知道 你回到另一个 环境的时候 你需要去调配 而不是用一套 某一个我 对对 不是固 在精神分析学会的时候 问题是出在僵固 嗯 对啊 不是哪一个状态 是你只focus在僵固 比如说 假设你发现 你真的是一个 本我比较强的人 嗯 那并不是说 哦 所以我们要压抑掉它 然后把另外两个 找好 有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 你就去找一个 相对也比较 promote自我 本我 多一点的环境 嗯 比如说 可能是艺术业 就是比较艺术 广告浪漫 或者是娱乐产业 它都是一个 本我比较需要 多一点的环境 嗯 你帮自己找到 合适的地方 也是一种成长 哦 所以它有从 向内调的 也有向外调的 OK 嗯 我觉得这样子 更自由了一点 对啊 读心理治疗 就是要让自己自由 不是再去找一套框架 来把你自己给框住 那个后面都会改成 你会觉得 那个不是你自己 对对对 所以很有趣 我们今天已经 介绍到 本 人格三言论 下一次我们再来讲 防卫机转 防卫机转 好啊 那我们今天还是要 工商服务一下 今天的 工商服务 我觉得跟 我们今天聊的 人格三言论蛮适合 我们这一期是 成为你想要的改变 哦 好像要调回原价了 对啊 我们要即将要调回原价了 所以 听完你的那个三言论之后 如果你想要成为你自己的改变 让你的自己 可以更知道自己的掌控感 是什么 你的掌握感 你更理解你自己 是怎么去思考的 我觉得 赶快把握 要不然我们还调回原价了 你这样讲的时候 我想 这一门课 如果真要分的话 它比较是去训练 或者是 比较去鼓舞你的自我 哦 让你的自我能力强一点 如果你有发现你 比较容易就是 在享乐的状态 嗯 然后你有很多现实的东西 相对是比较弱一点的 嗯 成为你想要的改变 可以给你很大的 帮助 嗯 它在 我没有用自我 ego这个词 但是 它就是在 让你对自我这个概念有意识 然后用一些方法来 跟你的自我达到一个协商 然后你们可以一起 平衡的相处 平衡合作 去做到你想做的事 嗯 嗯 对 不用再靠 什么意志力啊 靠一些手段 但是都不长久 这样子 对对对 嘿 好啊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啊 如果你对我们的课程连结有兴趣 可以点我们下方的说明栏 那今天聊到这里咯 谢谢你的收听 拜拜